煩惱這個貪嗔是已經很嚴重的 但是 更嚴重的是肢堅的污染 因為肢堅的污染是很難發現的 各位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說今天我們取一個不好的情緒 我們自己都會發現 剛才我生氣了 我剛才好像有一點貪心了 這個是我們可以感覺到的煩惱著 我們可以感覺到我們的煩惱的 我們也可以克制的 但是這個劍酌 血脂 血劍 它是很難發現的 我們可以一輩子都不會發現說 那些肢劍是污染 是錯誤的 好像我們講 憤屍裡面的蟲 它一輩子都不會認為說 憤變是骯髒的一樣 各位 你不相信我們都是劍酌的 是吧?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現在 政府宣佈說 在這個時候 晚上8點 要在政府部門大樓 派給每一個來到的人 給他們100萬 就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間派遣 那請問 你們還願不願意來聽課 學佛 念佛呢? 現在你只能兩個選一個 去政府部門拿100萬 你就沒有機會來念佛聽課 來念佛聽課 你就不能去拿100萬 那這樣請問你會選擇哪一個呢? 來念佛啊 這個只是現在講講而已啦 因為這個事情還沒有發生嘛 當然 你可以講啊 那萬一 如果說發生的時候 搞不好今天就沒有人要過來學佛念佛啦 我們今天要關門啦 如果說100萬沒有吸引力的話 那1000萬呢? 那1億呢? 給你1000萬 給你1億 但是叫你不要來念佛 行不行呢? 哇...看到1億的時候 這時候新的就開始動搖了 是啊 所以我們看 來念佛的通常都是年紀比較有點中上的 年紀輕輕的 都是很少的 那各位 年紀20歲以下的 你給我舉手看看 那30歲以下的呢? 你看都沒有幾個的啊 年紀輕輕 通常都要跑去賺錢啊 佛法都是要等到退休以後才來慢慢學的 其實人生哪有說等到老的時候才會有苦難的 你看 像最近這幾年 有幾位明星藝人在30多歲的時候突然就去世了 他在工作的時候 心臟突然就停掉了 那1位是下班回家 在廁所 他的心臟突然就停止不動了 所以年輕不學 要等到老的時候才學 請問是什麼邏輯呢? 誰能夠保證 我們在座的每一個 都會是長命百歲的呢? 但是人都是不會這麼想的 都以為自己肯定是活到老的 五濁二濕的眾生 其實就是這樣 今天晚上 如果說能夠中獎1000萬的話 他就會感到非常高興 但是來到念佛共修 好像就沒有這麼高興的感覺 孫子 孩子 考上哈佛大學 哇 好開心哦 但是來聽佛法開示 又好像沒有這麼開心 閻羅王的財聖明十歲 大家都衝過去 那佛法是要救度我們的 反而 要我們講的被托啦 被紅啊 才心不甘 情不厭的來學 所以 這樣不是五濁二世 請問什麼才是五濁二世呢? 這個是濁二到慘啊 佛說 佛法的價值 就算是發生大火災 也要衝過去參加 舍生命都要學的 舍有大火 充滿三千大千世界 要當過世 問世經法 因為佛法才是能夠救度我們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都要學 但是我們人 有些說 嗯... 道場沒有冷氣的不行 椅子不夠舒服 也不可以 這法師開示 還要有故事可以聽 還要有笑話可以看 還要有動畫 也不可以太悶 哇 我在想 你是來看電影沒有 這麼多要求的 是啊 各位 我們看看全世界的電影 什麼Spiderman Ironman 的電影 這在全世界都可以賣到幾百億的 但是佛陀的故事 如果拍成電影 不要虧本 就要偷笑了 各位 想想看 過去演過佛陀的演員 請問還記得的是哪一個嗎? 那樣都不記得啦 頭腦記得的都是陳隆 李小龍 劉德華 比較有印象 這些都是我們平常察覺不到的錯誤之見 佛說五濁二世的見著 其實還有很多的 譬如講到生見 這身體明明不是我的 但是我們偏偏執著身體是我 人家罵我們 我們就生氣啊 但是罵別人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感覺 這就是執著這個身體是我 還有邊見戒取見的 別人的錯誤 一點點我們都看得一清二楚很在意 但是這些缺點一大堆都當作沒有什麼 還有戒取見 就是信仰假的因果 像華人新年的時候 就規定要穿紅色 穿紅色就是旺 就是翁的 黑色就是衰 很衰的 那請問這是哪裡來的因果呢? 如果穿紅色就是旺的話 是不是每個人穿紅色早就沒事了? 我們看這個人編出來的因果就是怪怪的 但是有這麼多人跟 華人每次新年的時候好像沒有紅色就是不行 其他還有很多的 我現在只是簡單講講而已 所以佛在地藏經就說 難言伏提眾生 舉止動念 無不是業 無不是罪 這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五濁二世就是這樣 每一個念頭 每一個動作都是業障 這樣我們在人生才幾十年的時間 要把這樣子的見著 煩惱著 眾生著 去掉 解脫 那是真的很難的 連釋迦牟尼佛在《阿彌陀經》裡面自己都說 我與五濁二世行此難事 得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連佛都親口說 要在這個五濁二世 靠自己把所有的煩惱 血見 業力清乾淨 那是非常難的 我們是看到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 打坐成佛好像很容易 其實這是非常難的 因為這是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無量節以來 都已經不知道累積多少的功德了 他才有辦法在自一世 爆發成佛的 要不然 在這個五濁二世 根本是不可能成就的 我們試試看 我們現在去菩提樹下打坐看看 釋迦牟尼佛在49天就覺悟了 我們不要講49天 我們49年 490年都不可能做到的 連佛自己走過來的人都說很難 那我們講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難 所以龍樹菩薩才說 這是難行道 但是我們看 佛菩薩都說這些法門很難 但是我們現在有些人卻講成很容易 像有些學佛人常說的 哎呀 這個成佛 開悟就成佛了 放下就成佛了 講到這麼容易 結果釋迦牟尼佛之後 再也找不到第二尊釋迦牟尼佛了 所以難不難?難道我們還看不出來嗎? 所以佛就知道 要眾生跟他一樣 在五濁二世走他這樣的路是很難的 所以他才給我們講 這樣容易的念佛法門 說持難性之法 所以佛陀這樣介紹念佛 可以說是非常慈悲的 因為就是不要讓我們眾生走彎路 走難的路 就好像爬山一樣 我講一個例子 如果父母先自己爬山 他爬到千辛萬苦 終於到達山頂了 沒有想到到達山頂的時候 竟然發現了有這個電梯 這時候就跟他孩子說 你們不要再走很難的山路了 直接坐電梯上來就行了 那我們講 這就是一種大慈悲的表現 相同的 釋迦牟尼佛知道我們眾生在五濁二世 修不起這難行道 他走過來 發現確實很難 所以就勸我們要念佛靠阿彌陀佛的救度 信受容易的難行之法 其他的法門 釋迦牟尼佛走過後 都說那些是難行道 但是講到念佛的時候 佛不再說是難行道了 反而佛說念佛是難行之法 念佛不是難行道 反而是難行 所以各位 換另外一句話說 念佛就是太容易了 就是因為太容易了 所以才說那是難行之法 講一個例子 今天如果說有人跟你說 你要工作一個月 老闆會給2千的薪水 各位 請問這個你能相信嗎? 這當然可以相信啊 因為這是很普通的事情嘛 但是 如果說現在不用工作 你什麼都不用做 直接用這2千塊 請問這個你還能不能相信? 哇 我們講 這個就太難以置信了 是不是? 人家要花一個月 30天的時間 才能夠賺到錢 結果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做 只是開口說 OK 馬上就有現金的入口袋了 那我們講 這個就太難以相信了 所以為什麼說佛說念佛是難行之法 就因為念佛法門 就是這樣開口就有功德成就的法門? 我來讀一遍 善導大師解釋的法語 種種法門皆解脫 無過念佛往西方 上進一行至十念 三念無念佛來迎 直為彌陀宏是眾 至始凡夫念即生 這一段 善導大師是解釋 《阿彌陀經男性之法》的這一段 就是說 一個人如果念佛一輩子30年 佛說他一定成就 那如果說他沒有30年的時間 可能只是到了臨終才遇到 才念南無阿彌陀佛實生 這樣又能不能往生淨土呢? 佛說也一定往生 那再如果說實生南無阿彌陀佛也沒有辦法念 可能最後是有氣無力了 只能念到五聲 三聲 甚至只有一聲 甚至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念 完全沒有力氣了 只能聽到旁邊的人給他念南無阿彌陀佛 這樣又行不行呢? 阿彌陀佛說 通通通沒有問題 凡夫念即生 佛來應 只要是南無阿彌陀佛 不管是念多念少 甚至你臨終才遇到當下功德圓滿 壽命如果說當下結束 當下就可以往生到極樂世界 成就是跟釋迦摩尼佛修三大生起結成佛沒有兩樣 而且在五著二師念佛的效果也沒有差別 就是說 念佛人就算是見著 很多的執著 很多的分別 就算是煩惱著 貪嗔思慢疑的 身心都污染 可能自己已經病泱泱了 眾生著 命也不多了 很多人接受佛法的時候 可能都已經四五十歲了 可以說都是終年 甚至是晚年 甚至躺在床上的臨終已經奄奄一息了 就命著命不多了 但是 只要是南無阿彌陀佛 通通沒有問題 阿彌陀佛一律都會救度 互念 接應 那各位想想看 其他法門要三大生起結 把自己的見著 煩惱著 清乾淨才有辦法成就 但是 念佛人 就算煩惱著 見著 一個都沒有清 一個都沒有斷 還是很污染的 但是 只要念一聲南無阿彌陀佛 就能得到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 他雖然說 還是一個污染的凡夫 但是 被阿彌陀佛 接應到淨土 他同樣也是阿彌陀治 同樣也能夠得到 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無上正等正覺 就是成佛了 所以 這就是真正的男性知法 因為太容易了 容易到有點難以置信 那各位 如果說今天你是第一次聽到的 你會被主巴掉下來 是啊 沒有嘴巴掉下來 沒有感到很驚訝的話 又怎麼能夠叫做男性知法呢? 就是簡單容易殊勝到不可思議 所以才叫做男性嘛 阿彌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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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